由彭少謙先發 好 現在準備開始的是盧竹杯地球錦標賽 這是我們第一屆的盧竹杯啊 男子公開組 他沒有分AB 是兩個組別一起的 由第一次進入男子B組的彭少謙剛剛失誤了 對上我們男子A組體力之王啊 林玉維 兩位選手都很年輕 就是當你覺得林玉維已經夠年輕了 但是彭少謙才國中生啊 啊 錯了 他今年高一 對不起 高中生 忘了他考上了 兩位選手在我印象中應該也是第一次對戰吧 沒有太大印象他們之前有對戰過 然後風格上不太一樣 林玉維 靠的都是穩扎穩打 他的選球是直線斜線後場很多 還有簡單的Drop 然後靠耐力戰 然後靠耐力戰 剛剛那一球斜線稍微有點噴掉啊 不過 玉維反應真的很快 這一球打到了Tim 這場的比賽 裁判是李玉維 我們的計分是李悅安 這個小球放的位置 看了一下裁判 裁判給出了一個let 和球重打 講完了 講完了 這一球打到自己身上 剛剛裁判給出了一個stroke 由林玉維拿下剛剛那一分 又是這個很直接很最短路徑的小球啊 沒有做太多的變化但很有效啊 大家如果有看過彭紹謙 他的移動速度其實真的很快 你如果不是用最短的路徑解決 他其實反應 還有速度都會 能夠cover 那紹謙的球鋒呢 我個人覺得比較隨性 他其實有一點小文林的感覺 我覺得 像文林年輕時的樣子 也是手長腳長 然後柔軟度很好 球的變化性也夠多 而且看他比賽蠻不會緊張的 幾乎沒有什麼所謂的失常的狀態 他打球非常的隨性 舒服 這一球非常漂亮 後面的點太好 不過要騎 其實這種直線照理來說 應該是落地之後會稍微煞車 不過 爐竹這邊這個場地 其實地板它的蠟打得比較確實 所以 球只要加速的時候碰到地板 就會往後噴啊 有點像打水漂的效應 所以 今天我們在戲稱說 這個場如果男子 A組B組的 他們其實只要用力砍 得分率就很高 導致有一些靠點 靠 靠 靠 LUB跟小球的選手 像珠寶賢啊 在這裡真的很吃虧 5比7 默默的那個彭少謙追上來了 這就是我覺得彭少謙可怕的地方 他其實沒有 沒有太介意輸贏的感覺 他就是打他的球 然後他也不太會 不太會有那種 怎麼說落後之後的心態改變什麼 他不太會有 他就是照著他正常的方式打 很穩定 啊好球 不過玉瑋竟然可以拿到 幾乎每一球都在噴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他們兩個 反應真的很驚人耶 哇你看 那個前場已經好幾個這種 因為強縫的關係 還可以順便用拍子摸一下對手的屁股 非常的俏皮 哇這一球完蛋了完蛋了 很積極的上去截他 但是沒有想著 退位也沒有把點做好 有點可惜 哇 這一球裁判判定 玉瑋沒有接到 有點carry的嫌疑 有點持球 哇我們剛剛隔壁場的台灣青蛙怒吼 跟保險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那場的直播 現在比數來到10比8 GAMBLE關鍵球 關鍵球的時候 喔 玉瑋做了一個最簡單的直線 點非常好 拿下了最後一分 目前1比0由林玉瑋領先 對 好現在第二局開始了 由第一局拿下林玉瑋先發 剛剛林玉瑋竟然犯了一個很大的失誤 把球打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彭紹謙在把握那個 cross core nick 完全沒有猶豫啊 這就是很隨性 但點還是練得不錯 這個直線也做得很好 cross core 機會來了 又是一個機會 不過玉瑋的球好像 球質稍微沒有回來啊 兩個機會都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壓迫 不過 大家看hold很久 機會出來了 不過 紹千上去的很快 這一球很好 玉瑋繼續壓 同一個點 奏效了 這就是玉瑋的招牌啊 他的直線跟小球 還有後場的斜線的運用 很簡單的組合 高度上 速度上我覺得變化也不多 但是就很直接 哇這一球 繼續 剛剛那一球很可惜 紹千想要拉高啊 把速度緩下來的瞬間 球出界了 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 剛剛那個前面有點混亂的時候 他選了一個拉高的球 可以看紹千這一球 想要做變化 他手很早就出去了 最後手指末端想要做變化的時候 反而失誤啊 這一球 林玉瑋要了一個let 和球重打 這一球 好球 剛好抓到 你看 他其實做了一個很好的set 一個斜線的後場深度夠的時候 他馬上抓一個 結局 哇 看得出來 少千 第一次覺得少千有一點點累 喔好貼 大力的斜線 這一球其實有騙到耶 我覺得少千其實不知道有意無意 他做了很多半拉拍 最後一瞬間才出手的動作 所以你必須要很專心的把他的動作跟到最後 又是這個 玉瑋跟到了很快 少千也跟到了 後場 往前丟 再往前 往上拉 這個前後調動非常精彩 可惜了 機會 少千沒有把握 感覺有點像腹部 沒力 那一瞬間出手的時候 回拍沒有辦法hold完啊 第一次看到少千開始 站得有點不是很穩 一個切啊 很隨性的切 這兩球都讓我覺得是因為核心爆了 好球回來了 十比三 十比三 Matchball 十比三 Matchball這一球 關鍵分 最後少千 竟然 露死掉了 恭喜林韻維在男子AB組的四強戰 晉級決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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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